台湾已经尽力高年化社会 当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虽然当其教育博物馆已经在100%6年6月正式死亡 但是教育博物馆的观察所没受到重视 其当当教集团 28号电管林公衡基版台湾教育日 友爱63点亮教肤员冲基瓦东 今天感谢到你当教育博物馆第一次教育博物馆以外 也希望政府将来年6月3号定做163台湾教育日 这次提起台湾对等教育中心 中央官网65回老年林口在100空高年时就突破20万人 国家会已给台湾中跌理空25年 正生卖的超哥林社会 这代表美国的人都只为老年林口 让老人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心 为了要提起建户对教育案的中心 伊德法集团在28号基版63台湾教育日冲基瓦东 以外政府将当年的6月3号定做63台湾教育日 台湾祝福日 友爱63点亮祝福员 3 2 1 我们热热的角色 长期照顾服务已经在民国106年6月3号就开始实施了 但是照顾服务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而且目前要担任照顾服务员一定要接受 秉级专业证照的考试 一定要取得秉级专业证照 那所以呢 我们一般社会对照顾务员都秉级专业 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要先关心这些照顾务员 因为你我都有可能有一天会被接受照顾 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些照顾务员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专业尝试 也有专业证照 那么所以我们倡议这个台湾照顾务员 也呼吁政府要赶快实施所谓的照顾务员 中和官有先求局长夜宴博标识 台湾未来民燃老人化社会和新生中爱这些照顾务员 都需要照顾务员的照顾 中和官没前需要照顾务员的中部的台有2万人 没前中和官政府推动在国中学区一日照的务员 已经整个到无疑 现在张华县大概以长照2.0大概是1比10 就是说大概是一个照顾务员照顾10名老人 整个数字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长照人数从1万以下 慢慢增加到1万多块2万 所以居服员人数也是一样 等比的在成长 那这边就是居服员的训练 培育 还有他整个那个薪资待遇 还有就是服务的品质 我们都要这些相关的居家服务单位的机构 督导啊一起大家一起来努力 目前我们县府针对这个部会 我们如何开办很多的日照长照呢 对我们现在全县的住宿机构 大概已经有100家以上了 还在新建还有很多新的长照机构正在建 那日照大概是有50家左右 那我们配合县府的长照卫福大楼的新建 我们大概是目前一国中学区一日照的这个目标 已经都规划到位了 现在就等整个的工程新建发包 然后就可以整正开办这些相关的服务 那目前已开办的服务大概已经占了将近有9成了 所以这个日照接下来我们今年推动的是日照赋能的计划 就是让老人在日照里面 他的功能不会像在这个家里或到机构那样的退化 维持他的功能 那这个维持功能让老人的生活品质改善 也会减轻家属的负担 也减轻照顾的负担 中树这让我们刚做是一个辛苦的咯 很多这让我们都是遇到后不回馈的心 来中树这行刚做 20年了 92年穿过到现在都 1、2年现在都20年了 你当初有学的时候想要做这个 因为我想说有这个人去照顾老人 我们老爸吃老人也要人来给人照顾 有点烦恼带给人照顾对吗 就很喜欢 会喜欢跟长辈聊天吧 我觉得他们聊天都还蛮有趣的 他们的知识也很丰富 所以你觉得陪伴是很重要的 对 你这样过几年 应该快半年了吧 快半年 你觉得这半年来你有什么感受 有感受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家庭的长辈就是顾到都累了 然后就会放任阿嬷也都很少在管了 对 走屁五小时 对 真的 二甲华登教集团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换去社会对登教的东西 并且后有上官团为 中六位三合定做台湾照顾你 正设定的思想老下重要的日子 请订阅华新闻白变0万0 彩虹博德 一 五热烈的掌声